那限制極端佈陣算是吵很多年了 無論是四人外野還是極端的偏左偏右防守 我想各位球迷應該這幾年都看了很多 那四人外野的部分應該是不可能的 但外野是可以進到內野的 同樣內野也是可以因為短打而進行區前防守 那其實這幾年來蠻多球評或者是總管 都有說過近幾年來的棒球越來越無聊了 從2014年到疫情爆發前 其實大聯盟的進場人數是持續在下降的 收視率的部分雖然也是在下降 但我認為收視率可以歸因於網路的發展 讓許多人可以用網路觀看比賽 所以導致收視率下降 但進場人數下降的確讓大聯盟方面很焦慮 所以大聯盟一直都致力於增加球賽的精彩程度 或者是我們可以這樣說 他們希望可以增加更多的新球迷 當然要增加新球迷的方法有很多 像是隔壁棚的NBA就是不停的塑造明星 那我想大家也都有個經驗吧 就是你今天去學校的時候 或者是去辦公室 然後跟大家說 我昨天看到MyChart打出再進拳來打 和說出我昨天看到Curry投進絕殺三分球 能獲得共鳴的程度一定是很不同的 不過大聯盟這邊認為在塑造明星之前 可能要先從球賽內容開始改變 所以他們不停的在嘗試一些新的棒球規則 像是他們也測試使用電子好球袋的可能性 讓好球袋這件事情更加公正 除此之外 也讓各隊都有電視輔助判決權可以用 藉此來彌補這個裁判誤判的狀況 然後大聯盟主席也有指出 他們這次提出更改規則的原因 主要是因為他們有調查過球迷喜歡什麼樣的比賽內容 分別是第一球迷想要看到節奏更快的比賽 第二球迷想要在一個Play裡面看到更多的行動 第三就是球迷希望可以看到選手更極致的運動能力展現 大家可以記得這三個點 然後搭配他們今年提出的新規則來看 而他們今年是提出三個規則來給委員會投票的 這邊先說一下以下這三個規則 都是有經過小聯盟測試的 並不是憑空說要加入就可以加入 投球計時器和這個牽制次數規定 投球計時器顧名思義就是投球要計時 其實如果我看中職的朋友們應該就會知道 今年中職就有在用計時器了 中職的部分 投手在持有球開始計時20秒內必須投球 打者需在開始計時後10秒內進入打擊區 投打為者先給予警告 再犯就是投手計一壞球打者計一好球 不過我手邊沒有資料可以證明 今年中職的比賽時間是有縮短的 但我這邊有小聯盟去年測試的結果 去年小聯盟低階EA測試投球計時器 比賽時間減少了約20分鐘左右 低階EA是規定 壘上無人的時候要在15秒內投球 壘上有人的時候則是17秒 大聯盟明年的規定則是 壘上無跑者的時候 投手要在15秒內就有定位 有跑者的時候就延長到20秒 打者每看一顆球之後 8秒內必須要回到打擊區 還有就是打者每個打席都只有一次的暫停機會 當然 計時器不只有限制這些 像是其他還有限制打者輪替時間 換局時間 還有教練喊暫停的時間 除了這些時間控管之外 還有一個就是牽制次數的限制 現在投手每個打席只能牽制兩次 如果投手要傳第三次 可不可以 當然可以 但你第三次牽制的時候就一定要抓到跑者 不然的話如果跑者回壘成功 將會被判處這個投手犯規 可以前進一個壘包 剛剛差點忘記說 牽制次數的判定標準是 投手推開投手板就算一次 所以就算只是普通的解開投球動作 也是屬於牽制哦 那在小聯盟的實驗當中 這項新規定讓倒壘成功率從68% 上升到77% 倒壘次數從每場的2.234上升到2.83次 限制極端佈陣 那限制極端佈陣 這個算是吵很多年了啦 無論是四人外野 還是極端的偏左偏右防守 我想各位球迷 應該這幾年都看了很多 但從明年開始 這些都只能回憶了 新規則規定 禁止內野特殊守備附陣 一壘手二壘手必須站在二壘的右側 三壘手和遊擊手站在左側 同時他們必須腳踏內野紅土 不可以推到外野哦 不過內野的防守員 還是可以稍微的偏左或偏右防守 只要不過二壘壘包線就好 那四人外野的部分呢 應該是不可能啦 但外野呢 是可以進到內野的 同樣內野呢 也是可以因為短打而進行趨前防守 我們圖示上面呢 也很清楚了 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 那最後一個就是加大壘包 壘包大小呢 是從15平方寸放大為18平方寸 加大壘包呢 這個我想球員應該都不得太多的意見 因為其實壘包大小啊 很容易造成這個 跑者和守備人員的護狀 舉例來說呢 壘壘就很危險 因為跑者如果踩到壘壘手的腳呢 兩個人是很有可能都會受傷的 那以上這三點呢 就是新的規則 委員會呢 在投票的時候 擁有投票權的比例是 6名球團高層 4名球員跟1名裁判 那他們組成了這個11個人的委員會 最後投票結果呢 是7比4 4位球員代表呢 全部都是投下反對票 但在多數決的狀況下 這提案還是過了 至於球員代表反對的原因呢 我是還沒有找到啦 但根據我年初看到的新聞顯示 球員工會呢 原本是希望這幾個規則 是在2023年後才實施 不過現在看起來呢 是提早了1年左右 或許這是他們投下反對票的原因吧 好啦 那稍微聊過這些之後呢 就可以針對各個規則來細聊了 首先我是覺得呢 這三個規則 我個人從球迷的角度來說 都是可以接受的 先從計時器開始說起好了 雖然常有人說 棒球可貴的地方呢 就是在你一定要把球丟出去跟打者對決 沒有辦法像足球或是籃球那樣呢 可以把時間耗完 不過我認為這個說法呢 不適合拿來否定這個投球計時器 那球迷呢 並不是來看投手在那邊拖時間的 常常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投手啊 有時候那邊摸摸帽子 然後摸摸頭髮 甚至是準備投球的時候呢 又突然解開投球姿勢 然後整組暗號呢 就要全部重來 讓球迷在那邊乾等 好感覺就好像是啊 球在投手手上 你不投大都哪裡沒辦法的感覺 那至於也會有人說啊 壘上有人的暗號都會很複雜啊 要看久一點 不過今年大聯盟啊 已經說可以使用這個Pitchcom打暗號了 我認為暗號複雜這個問題呢 其實也倒還好啦 不過為什麼大聯盟 這麼努力要縮短這個比賽時間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這張圖 這是這個Baseball Reference 所提供的 那今年大聯盟打完九局的比賽呢 平均超過了三個小時 而且往前一看呢 自從2012年後 年年場均都是超過三個小時的 雖然沒辦法證明呢 比賽時間是因為這個投手很拖時間 所以才變長 但我認為這三個小時呢 真的對球迷來說是太冷藏了一點 所以大聯盟呢 想要用各種方式來說短時間呢 是可以理解的 那計時器啟用之後 有哪些球員會受到影響呢 我這邊簡單舉幾個啊 新規則呢 是說壘包上無人的時候 在15秒內投球 那基本上呢 今年在大聯盟投超過250球的投球當中呢 只有26位選手 壘上無人的投球平均秒數呢 是空在15秒內 其他人都是超過的 壘包上有人的秒數呢 則是只有16位選手在20秒內 其他人呢 也都是超過的 所以如果用低階EA測試的 壘上有人17秒來看呢 則是無人可以達標呢 不過我找的這個網站啊 跟MLB的投球計時器的計時標準不同 這個網站的標準呢 是計算兩顆球投出來的 之間的秒數 也就是說呢 他是算球出手的那一刻 直到他下一顆球出手的那一刻 MLB的算法呢 則是球一拿到呢 就開始計時 如果你啟動投球動作的時候呢 就停止計時 那這兩個就大概差在 有些投手的投球動作呢 會比較特殊 比較大一點 像是以前王健民的這個 揮避動作就很大 那還有像是這個Nestor Cortez 他的這個魔幻投球動作 就會影響到這個秒數的計算不同 所以呢 這邊我提供的資料呢 就是僅供參考而已啦 目前呢 根據我看到的影片呢 有用投球計時器的EA 跟大聯盟相比呢 同樣都是投三顆球 但時間呢 會差了20秒左右 其實這樣加加減減下來啊 這樣其實差很多 比賽呢 也會比較緊湊 球迷不會花太多時間呢 在等待投手投球 那至於牽制的次數限定呢 我想應該也是因為時間的關係 不過這也間接的呢 增加了跑者嘗試倒壘的機率 然後搭配壘包變大 讓倒壘成功的機率呢 可以更高 也可以讓這個教練在戰術的運用上面 更加多元 再來是這個禁止極端佈整 那其實有些人啊 會使這個極端佈陣 為這個棒球數據時代下的產物 畢竟按照大數據的結果去佈陣呢 的確啦 的確會幫助這個球隊贏球 但在數據跟棒球科學的進步下呢 現在的投手真是越來越強啊 球數快呢 當然不在話下 變化球的犀利度呢 也是比以往都來的好 打者方面呢 要進步呢 相對來說真的是比較困難 現在球越來越快 而且都還會帶一些位移 這些打者呢 雖然說都是最頂尖的打者 但他們終究還是人啊 他們面對的不是140公里的快速球 大聯盟速球呢 最快是到160公里的 說真的 160公里的球飛過來啊 真的有這麼容易可以做出反向推打嗎 而且球數這麼快呢 他們不增加揮棒速度呢 是跟不上球數的啊 結果因為極端佈陣的關係呢 還導致自己好東西打出去的安打球被吃掉 最後為了生存呢 只能強迫自己成為這個TTO打者 就算真的做得到全方位打擊好了 以防守方的角度來看 我都主動要採取這個極端佈陣防守了 想必配球呢 也是會逼迫打者將球打進步陣裡 並不是說所謂的這個 你想往哪邊打就能夠往哪邊打 不過這時候呢 一定會有球迷留言說啊 那就把球打出拳打強啊 管他佈什麼陣 通通都轟出去就對了 其實這些球迷啊 講的也是沒有錯哦 我認為大聯盟近幾年來的這個飛球革命啊 的確就是為了佈陣所以衍生出來的產物 很多強打者呢 為了要把球打出佈陣呢 就一直想辦法把球撈出去 但今年大聯盟啊 將球換成比較不坦的了 打者相對呢就沒這麼好轟 而且退一萬步說啊 棒球這個運動除了全力打 三陣跟保送之外 還有安打 短打 跟倒壘啊 但極端佈陣呢 就會將比賽內容變成是全力打定勝負 反正我打到場內呢 都有可能被佈陣攔住 那不如就直接強力拉打 滷球飛的出去 但在已經換球的狀況下呢 極端佈陣如果再不限制 再這樣下去呢 大聯盟會越來越靠近以前的死球時代 這樣我們前面說的 大聯盟想增加新冠中的難度呢 會越來越高 而且沒極端佈陣的話呢 應該蠻多本來防守範圍就不大的 這個球員會獻出圓形 因為他沒辦法利用站位啊 來彌補自己防守的問題 但這變相呢 也會讓許多防守能力卓越的球員呢 可以透過更多的跑動去鋪球 甚至是跳街 這樣就會產生更多的nice play 讓比賽更加刺激 那這邊我也想討論一件事情就是啊 有人說呢 使用計時器跟禁止特殊佈陣呢 是互相衝突的 因為特殊佈陣呢 可以攔住很多的安打球 這樣打者上不了臉包啊 比賽速度就會更快 其實這點呢 我也是認同的 但我認為計時器啊 跟禁止特殊佈陣這兩件事情 在縮短比賽之餘呢 其實最主要的還是不能夠失去 這個比賽的精彩度 甚至我覺得 這樣這麼努力的縮短比賽的時間呢 也是為了讓比賽精彩的部分呢 多一點 減少一點等待的時間 那最後呢 就是加大壘包啦 加大壘包的部分呢 我個人認為就是安全性啊 而且同時也會增加一點點的倒壘成功率 所以這點呢 我暫時也沒有看到太多球迷討論啊 或者是說提出一些質疑 我個人是認為 加大壘包其實很不錯啊 可以減少受傷的機率 而且也可以讓更多的球員開始嘗試倒壘 跟剛才有點熱心 再加大壘包